进程状态也非常好 他也开始锻炼 过去可能锻炼比较少 就现在也开始锻炼 然后也在里面一直学习 然后其他的状态 我觉得就比过去早期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按照律师描述的 就比早期的都好很多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了以后 就可能会适应 也知道这个短期之内 可能是不能出来吧 也比较有难度 所以他们也是全心全意 就是在这个案子上面 因为这个他必须要 几乎每天都要跟律师去沟通 去开会 但是另外还有个事情呢 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 我们也有占有去看 除了律师之外 对 有占有去看 当然我现在不方便 就透露信息 也不是说随便都可以去的 就他要同意 对 填表 很长的流程 还要审批 太好 有占有去看了 对 有占有去看 这个非常好 他也非常高兴 但是不是谁都可以去的 因为就是之前 大家也了解了 艳平的目前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就想着 比如说我们知道 艳平现在 他不是被迫离婚了吗 是吧 然后这个法官也是说 之前被拒绝 被那个不准保释 是吧 然后也说没有这个关系很近的人 亲戚朋友 对 没有亲戚朋友 就只有战友嘛 没有亲戚的人嘛 所以我就上次跟大家 跟我们这个三四一这边开玩笑 我说可以大家有心的话 可以帮艳平介绍男朋友 真的太好了 因为他现在是单身了 对 当然是靠谱的 别介绍不靠谱的 都有什么条件 说首先得是战友吧 没有 这个我不了解 什么条件 总之可以介绍 因为他单身嘛 当然他有这个权利 也是允许的 太好了 那如果真的 刚好他现在这一段时间 有时间就是谈恋爱 对啊 有时间可以谈恋恋爱 没准 能对上演的也不错 太好了